12月19号 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高峰在会上介绍了澳门回归20年来 内地和澳门的经贸往来情况 高峰表示 内地与澳门经贸交流不断融合 合作日益密切 形成了优势互补 协同发展的经贸合作新格局 高峰指出 在货物贸易领域 内地对澳门原产的货物已经全面实施了零关税 为澳门传统制造业拓展了发展的空间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 2019年1到11月 两地货物贸易额达到了194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了5.5% 在服务贸易领域 内地医疗 旅游 金融等市场 对澳门扩大开放 为澳门人士在内地职业 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在投资领域 截至2019年11月 澳门在内地累计投资设立企业 18,135家 累计实际投资 171.4亿美元 内地累计对澳门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26.8亿美元 高峰强调 下一步将继续发挥 两地经贸合作工作机制的作用 共同推进新形式下两地产业的协调发展 进一步提升两地经贸交流合作水平 推动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 会上高峰表示 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文本将于近日公布 条例在项目申报 土地供应 税费减免 资质许可等方面强化了内外资一致的规定 强化投资保护与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制度 政府及其部门不得限制外资企业 进入政府采购市场 或实行差别和歧视待遇 规定征收应依照法定程序和规定进行 并按照市场价值给予补偿 禁止利用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等手段 强制或变相强制转让技术 为了确保落实 规定了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包括不依法平等对待外资企业 违法限制外资企业平等参与标准制定 不履行政策承诺 强制技术转让等等 高峰表示 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 及其实施条例 为包括港澳台企业在内的中外资企业 营造一视同仁 公平竞争 公开透明的法制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